身穿黑色球衣的是台灣體大的劉怡君 藍色球衣的是白玉珀 現在比賽即將開始 他們先在場上熱身 老師這個白玉珀 你帶他 你對他的印象如何 他的特性 他其實這一陣子經過幾個國際賽的一個歷練 其實在整個一個肌耐力跟力量的提升 其實真的是增長不少 因為當時他在 其實我記得他剛國小進入到大的高中 國中部的時候呢 是非常瘦小的一位選手 真的 然後我還記得曾經在集合的時候 刮了一陣風 被那個風稍微吹了一下 比較單薄 對 非常單薄的一位選手 但現在現場看起來他有173公分 看起來蠻高的耶 對 而且他的肌肉也是 比以前增長很多 那這個也就是說 他整個在運動場上的一些成就 就是說一些他的能力有提升 所以他才可以一直突破 他在場中的一些成績 沒錯 那這個劉怡君他在松山高中的時期呢 就被稱作羽球美少女 是 我剛剛在場邊曾經問他 他說他有停了一陣子 對 最近重新開始到大陸去練習 是 那因為他曾經在一個課業 或者是 就是說 以課業為主 或者以訓練為主上面 在做抉擇啦 所以有影響到他整個一個訓練的專注力 是 但是以整個 這個 嗯 以球的技術條件來講 其實劉怡君算是 有天分的選手 是 因為他是天生 他那個手感非常的好 手感 對 像以前 我們 大同高中本來就跟松山 是一直在處於那種對抗的學校 那對劉怡君的一個整個打法 跟技術的一個特色 也非常的了解 是 那所以說我們都特別專注 在他的一個 手感的跟球的穩定上 來做為一個對策的 一個 注意的焦點 是 對 所以等一下各位觀眾可以欣賞到 就是說 劉怡君他對整個 球的一個控制 其實他這是一個他打球的特色 非常穩定 對 非常穩定 這兩個選手呢 他們從小其實就對戰過了不少次 對沒錯 從國小到 到超 三歲 然後白玉珀24歲 是 但白玉珀看起來的那個 大賽的經驗比較多 對 因為他近年來就是 為了要備戰亞運跟奧運嘛 然後包括 像他去年也代表我參加 韓國的 人山的亞運 是 跟姐姐白小馬一起 對 那今年因為白小馬他已經 推出球盤了 姐姐也是打得不錯啊 對白小馬他也是 也是成績非常不錯 也是成績非常不錯 那他 呃 姐姐給他一個 一個期待啦 就是說 姐姐退出之後呢 他也希望妹妹能 呃 能參加 這一 就是明年的奧運會 對 所以他現在也是 一直在搶他的一個國際排名 也算是以賽代訓就對了 對對沒錯 就是盡量參加比賽來增加經驗 對 那 白玉珀 現在我們來看他的 世界排名還蠻高的啊 對 有到前三十耶 是 所以說這還是有機會 呃 代表我去參加 旅約的奧運會 那劉毅君他也當過 世青杯跟亞青杯的國手 其實在以前 他的比賽經驗也是不少 只是說中間有曾經 一度停打 對沒錯 比賽正式開始 把這個球 衝到網子 對 其實白玉珀這一個球 搶得非常好 齁 在球還沒過完的時候 手就已經在 在等待 對 在球的位置已經準備要出手了 對 那其實一開始雙方來回的拍數都很多啦 那因為 其實一開始雙方都必須 呃 來試探對手的一個球路跟打法 是 然後也不敢就是說 把球的質量呢 要求的很高 或者是打一些比較 呃 可以 呃 控制對方的一個球路 是 呃 這個就是 自己 對 沒有打到球 沒有打到球 對 這個也就是 這一次比賽最大的一個變數 因為 呃 包括 上個禮拜的全中運也好 是 然後到 這個禮拜的一個全大運也好 是 其實都在同一個場館 呃 舉辦羽毛球比賽 那這個場館呢 他的一個最大的特徵就是說 呃 不管側風也好 或者順利風也好 都相當的明顯 齁 所以我們剛剛看 即便是白玉珀他是一個 國際經驗非常好的一位選手 是 但是還是會出現揮空拍的情形 對 剛剛揮了空拍 對 沒錯 所以說整個一個 比賽的 呃 風向呢其實是很難掌握的齁 所以這也是選手要克服的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對 場地要怎麼去熟悉 當然 很快的要去進入到比賽的節奏 對 沒錯 劉宜君目前3比2暫時領先 是 第一局的比賽通常 兩位選手是不是都會選擇性的 試探一下 這個對對手的打法 對 適應一下 所以說現在兩邊的打法 還是處於那種 呃 穩定中球成長的一種 比較保守的一個打法 然後那種鎖法啦 或者是打 二次時間出手啦 或者是 幾個球路變化的 的一個打法會比較少一點 劉宜君剛剛得了1分 4比3 好球 對 球沒做到 這就是白玉珀他 呃 屬於他比較有特色的打法 因為他人比較高一點 對 他在一個下壓點扣的一個打法上面 是屬於他本身一種特色喔 呃 球的穩定性跟 呃 還有一些 呃 鎖法的變化呢 會比較多一點 這一球掛了 對 那當然台灣體大 台灣體大他們這一次能進到 呃 冠亞軍賽其實也相當不容易喔 是 因為在整個球界的生態裡面喔 其實在 呃 因為大部分的 羽球的職業球團都集中在北部 是 那因為 北部的職業球團 就希望他們 欸 他們所屬的職業選手呢 就希望能在台北 台北這個附近救救 所以說近年來 呃 台灣體大 經營這個球隊 也是相當的困難 對 那所以 因為地點的關係喔 對對對 很像 呃 白玉珀他也是屬於 合作金庫的選手 對 那事實上 白玉珀他是研究所才就讀 台北 市立大學 那 目前是研一的學生 對對 其他大學的時候是就讀於台灣師範大學 是 所以這個職業選手還是大部分會挑 北部的學校 對 因為 有受制於球團的一個 訓練的 的一個時間的問題 目前白玉珀暫時領先7比5 這個時候 呃 劉宜君似乎在他的一個接發球上面 齁 有一點 呃 沒有辦法控制好 白玉珀看起來也比較積極 對 很多動作是比較侵略性的 對 比較積極的動作 那畢竟白玉珀這一陣子在國際經驗上會有比較好一點齁 那所以說他剛剛在幾個 呃 多拍的一個狀況之下呢 他現在控制 就是發球接發球的一個結構齁 他把步調稍微放慢一點 那有時候偶爾的加快啊 然後去破壞 呃 劉宜君整個一個 在前幾拍的一個打法 是 哇好多 對 白玉珀這手 防守守得非常非常好 劉宜君前面幾球好像都試著用拉掉的方式 要來吸引他 但是好像 這個 白玉珀自己也守得不錯 對 他這一球守得相當好 因為對手還 還沒開始啟動的時候 球都已經過完 對 對 然後劉宜君在這個球 就有點操作過激 哇好球 對 非常快速 對白玉珀的一個攻擊 還是比較具有威脅性 那其實我們可以 身材上也有優勢啊 對 女子單打裡面呢 是 大部分都是發高球為主 對 但是白玉珀她卻是相反的 就是以 呃 發短球為主 就是說她在發球的時候 就要開始掌控自己的一個 攻擊的一個位置 是 然後去 呃 從發球裡面就是控制對手 一定要起高球 來製造她自己一個優秀的 優勢的一個地方 就是用 發這個短球來吸引對方 對 哇好球 好球 對 11比7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玉库还是维持他的一个攻击的一个主要打法 目前看起来刘一军好像比赛节奏还没有完全掌握到 手感还没有抓到 毕竟他其实他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在国内的盘迷赛出现了 那刚刚我自己的一个神体穿时代的老师也讲到 就是说刘一军为了准备这个比赛 然后也到大陆去练了三个礼拜 那也表示说他有渐渐在恢复当中 然后也为了这个比赛有做一些调整 对做一个充足的准备 那我相信他在整个一个打法上应该会有所突破 但是有一些看起来就是说能力上的一些问题 因为毕竟有时候可能训练上一些辅助运动并没有做得很足 所以说在出手上面速度上面并没有像白玉珀来的做 做的这么的一个完整 感觉上像调整的状态是白玉珀调整的比较好 而且这个比赛的感觉都很熟悉和顺畅 反而是刘一军还在比赛当中在找这个节奏 对没错 这几个这两分全部都是自己打的角度过高啊 这个就是说他在一个这五天的比赛 然后经过这么激烈的几场球之后呢 其实在冠亚军赛他的身心一定就相当的疲乏 那其实到后面的一个冠亚军赛 基本上都是拼体力上为止 谁的身心调整的比较好 谁的赢的机会就大 对没错 所以说你这样看我们现在看到刘一军 他整个一个我想他现在肌肉生痛的一个情形 一定是相当疲乏 对相当明显 所以他在身体控制的方面 就是白玉珀来的比较弱一点 所以这也考验选手的心理素质 就是说这个一路这样打上来 那到最后一战 对 这个要怎么调整自己的体力跟步伐 也很重要 对 白玉珀16比7 领先刘一军 对这个球也是出现在那种风向的提球点 没有没有掌握好的一个状态 白玉珀自己摇摇头 对 也觉得这一球好像控制的不够好 对因为风突然的一个一阵过来 可能在出手点的一个地方比较难掌握 哇好球 刘宜君他就是有这种特色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 刚刚那个球其实是非常被动的状态 但是他整个动作跟球啊 他还可以打这么高的一个质量 这就是刘宜君很一个明显的一个特色 很直觉性的反应 对 步伐非常快 是 借外 借外 对 17比9白玉珀 白玉珀 一样战时领先 好球 这钓得很漂亮 对 一个对角的 要反方向的钓球 对出手相当隐秘 刘宜君原本以为白玉珀这一个球 是要往直线他的反派位置去 白玉珀做一个突然变现的一个对角线小球 对 因为其实白玉珀他的整个一个打法是正确的啦 因为其实从小到大他们两个对阵的次数呢 其实都也相当 不计其数 对对对 然后也都相当彼此了解对手 对 因为其实刘宜君他本身 他以前就比较弱的一环 他就是他的一个整个脚步 是 他的步伐移动是比较慢一点 那他的特色就是他的手法 跟手感相当好 对所以说 白玉珀他也会利用他一个出手的隐秘性 来调动跟破坏对手的一个跑动 两人交手在年轻的时候 在比较年轻的时候 好像是刘宜君赢的比较多 对比较战上 但是近几年来 因为白玉珀这个国际赛的经验增加 然后就像老师刚刚讲的 这个身材啦 肌力啊 自己锻炼之后有明显的改变 反而是 他赢的比较多 对没错 其实刘宜君在青少年时期 是一个相当优秀的选手 确实是比 呃 对战的一个交手的情绪是 确实是刘宜君赢的比较多 对 对 双方都还是有机会 刘宜君渐渐把状况调整回来了 是 这个手感感觉非常好 就像老师刚刚讲的 这个变化比较多 可能脚步虽然跟不太上 但是 诶 他的这个手法变化非常多 对 其实偶尔还是可以控制到白玉珀的一个打法 是 20比11 其实球员就 对于自己的一个打法特色真的是 了不了解是很重要的 是 这一局白玉珀拿下 对 对 白玉珀的 打法倒是 蛮明显的哈 就是直接 我就是要进攻 对 比较积极 对 高雄大学 温慧维晨 长龙大学 红慧续 请到第八 床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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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用手 phone number one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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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全国大专院校运动会羽球女单金牌赛 第一局白玉破1比0暂时领先刘宜君 现在选手场边正在休息打理一下 然后刘宜君的指导教练 我稍微再提醒一下 刘宜君的指导教练就是我的当时的体关的老师 也是你的老师 是没错 对他也是台湾体大的一个羽球专堂学生的创队元老 因为当时也是只有我们老师一位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坚强阵容的传承 像你们一脉相承下来 每一个都非常优秀 谢谢 但是老师这一场比赛还是很难加油 对没错 台湾体大是你的母校 台北市医大学白玉破是自己的学生 不晓得要帮谁加油 只好两个都加油 只好两个都加油 白玉破以前外号叫小小白 但是现在这样173的那个身高 看起来已经不是小小白了 对 其实会叫小小白 是因为他姐姐就叫小白 然后妹妹就叫小小白 对 就接了 对这个球有点控制 没有控制住 因为其实他有 刘宜君也应该很清楚 就是说他必须用速度来控制 白玉破他的一个攻击的打法 是 哦 那但是他有 有时候刚刚那个球就推得太边了 有点超是过急 然后就球就没有控制住 哇这一个 第二时间的推球很漂亮 对 对 对 我刚白玉破那个过渡球过得相当好 角度抓很好 力道不会太大 这个球呢 刘宜君以为是界外 对 所以他原本要放 对 我想这个球应该是 就像刚刚 白玉破 在那个位置 球点的位置 出手位置没有控制好 情形是一样的 他原本可能以为是界外 对 结果在出手那时候 诶 球又推进打了 对 所以他刚刚有点脚步不太稳 对对 又想要出手又想要判定一下 到底是不会落实 对对 已经在不协调的状态了 界外了 这个判断就很精准 没错 这也是 选手对于比赛场地的一个 整个感觉啦 对 你如果非常熟悉 选手在场上 你自己就知道你站的位置 大概是在哪个地方 对 没错 没错 所以说我们在训练选手的时候 就是会要求说 你本身在场中就必须具备有空间感 对 方向感 跟时间感 对 你这种几个感觉要把它具备起来 你才能在这种快速移动的一个 运动里面 对 去判断出 诶 这个球是不是界外 然后什么时间会到我手上 如果还有加上绝佳的手感 哇 那天下无敌 对 没有错 因为羽球运动它本身不是说 具备速度就可以 其实我们一直要求选手是说 任何 你在出手的时候 任何一个动作都要恰到好处 对 包括你的时间的一个拿捏 那个节奏都要恰到好处 是 不是就是一块而已 不能快也没有用 对 快也没有用 你太快的话球还没到 会造成自己整个动作的一个不协调 对 所以如何在场上快速的熟悉 这个空间感 这个其他的手感啊 这一些都是很重要的 对 没错 所以这个也是 不过羽毛球的这个场地 因为比较小 我发现现在打羽毛球的人数 在台湾是急速成长 是 又方便 对 没错 不受风吹雨打 任何时间都能打 对 现在在台北找一个羽球馆打球不容易 这球非常漂亮 对 因为现在所有时段都 客满 对 没错 但是这样是个好事啊 对于推广羽毛球运动来说 对 难怪现在羽毛球运动越来越多年 对 所以也是显示出 在我们国内的一个羽球水准 我们有一直在进步的一个情形 像现在 在我担任 我今年担任羽球教练 已经满了21年 在20年前 我以全中运的例子 就是说全中运只用4个场地 就可以完成所有的赛事 但是到现在20年后 必须要用12个场地 才能完成所有的赛事 三倍 对 所以说这个倍数的成长 是相当可怕 但这样也表示说 羽毛球的选手的素质更好了 对 而且选手更多 对 没错 因为现在的几个羽球选手 退役之后呢 都有在一些基层学校里面做任教 所以说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对于运动来说 只要参与的人数多 好手就多 当然 这个非常漂亮 对 这个球掌握得非常好 各位观众可以看到 我们这一个画面 其实如果说 以一个技术层面来讲 这个球是很容易触网的 对 但是 那个白玉破在一个整个 最后那个发力的阶段 是 点了一下而已 对 点了一下球就收掉 但是这些选手其实都非常的辛苦 像包括这次戴智英 他也为了要备战我们下个礼拜 在东莞的一个苏迪曼杯的一个世界团比赛 所以他不得不在前一轮去赛 对 所以说在这一次的一个比赛就缺席了 那 那 戴智英也是我们目前 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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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格 去参加这个奥运会 是 那 但是这个奥运会的一个积分赛 是从今年 也就是从5月1号才开始计算 那苏迪曼杯 他虽然是一个塔米赛 但是只要你有出场的话 他就有所谓的国际积分 那这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对 那相对的白玉破 其实他也是 这一次苏迪曼杯的成员 那 所以说对他来讲 打了这个比赛之后 然后下个比赛又要打 下个礼拜又要打比赛是相当辛苦的 所以其实运动员的生活就是这样 对 就是不断超越自己 然后还要在这个奔波当中 对没错 没错 你必须有些比赛是 是以训练的训练的思维来做 来参加比赛 那有时候是 有的比赛是 考量他就是要比赛 对我这个就是以争取成绩 作为一个主要目标 刘宜君对这个空间感好像越来越熟悉了 是 这个有渐渐进入比赛状况 这个球白玉破的一个前场戳球啊 那质量比较炫一点 造成刘宜君在整个出手的时候遭到破坏 好球 好球 对 在这个单打的比赛当中 选手要对于这个 场地的掌握要更能精准 这个速度非常快 好球 这个球呢 白玉破是有一点越往疾球啦 然后刚好就是在 在裁判面前啊 那裁判也抓得相当准的啊 对 所以我以为 白玉破这个分 对 这一球是得分的 但是却是被判失分的 啊 这个 这是 这是 Luckyball 对 没错 是 对 这一球是 对 对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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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回到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羽球女單的金牌賽 歡迎回到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羽球女單的金牌賽 白癌欲破11比7戰十幾千有一軍 這個自己沒有掌握 對這一個球出手的整個一個發力喔 就是說沒有控制好 這個配動球處理得很好喔 這個球也處理得相當好 其實劉宜君還是有相當的一個基本能力在 你說他跟以前的一個實力落差 我個人覺得並沒有差太多 只是要怎麼樣找回這個比賽的感覺 對 只是說那個法育破 因為他在近年來的一個成長是相當的快 那包括他在近幾年的極速可以串到全國排名第一 那所以說他在整個一個實力的提升上面 速度是算是相當快的 就是這個速度跟經驗都是加倍成長 對 沒錯 其實我覺得這個跟球員自己個人的一個認知 跟想法有關係 其實白癌欲破他白氏姐妹來講的話 他們是兩個姊妹是屬於比較 算是自律 自我要求很高的選手 對 沒錯 他們寧可就是說在 平常出門的時候 寧可是騎腳踏車的 對 他們兩個姊妹 無時無刻都在訓練之前 對 他們兩個姊妹有時候 跑到大同高中來的時候 就是騎著腳踏車過來 從家裡就騎腳踏車過來 對 這個剛剛老師提到的就是關鍵點 對 我剛剛賽前呢 在場邊跟劉怡君 聊到他的運動生涯的時候 他就是提到說中間 他認為自己不上不下的成績 可能有影響到心裡的想法 沒錯 所以他中間才會停了一段時間 對 其實這個跟他 最後沒有加入球團的一個心態也有關係 因為其實高中畢業之後有沒有進入球團 是一個非常關鍵點 因為畢竟進入球團 他必須還有目標 對 而且幕後有推手 可以Bush你 對 而且就是說 國際比賽的 球團會益住你這些經費 對 所以說他在高中畢業之後 沒有進入球團 我覺得這是對他來講 是一個 第一個是打擊啦 第二個是 可能對他的一個 球員生涯的目標上 就比較沒有那麼明確 是 所以他現在是他的心態調整之後 重新再出發 是 他的教練也對他最近的表現非常滿意 是 那我們老師 對他來講 是相當滿意啦 因為其實 呃 我也蠻了解 就是說台灣體踏他們對於球 整個羽球隊的經營 是 真的是相當 相當艱苦 但還是願意喔 還是願意做這一塊 對 對 其實就是要有這樣子的 事情在進行啦 要有這樣子的支持 對 沒錯 沒錯 因為以我們現在來看的 像這一次的那個 呃 呃 男假冠軍跟女假冠 團體冠軍的話 是 這幾個球隊基本上都是 各個球團的基本成員 哦 對 像台電啊 和庫啦 丁銀行啊 啊 或者亞伯啦 都是都是基本上都是這幾個球員 是 在就讀這幾所學校 哦 所以剛剛老師講的非常對 選手是非常辛苦的 是 哦 因為其實比賽 接二連三的 的 的來喔 因為他們必須在搶國際積分 有沒有 所以說 所以說 呃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你像 呃 昨天 呃 北體大 呃 那個 那個 市北大 台北市立大學 跟國體大 南甲 在打冠亞軍賽 其實打第五點 欸 北市大的那個 許仁豪打第五點 他 前天才從紐西蘭回來 對 馬上就接著 然後跟著沒有 調時差的空間 馬上接著上去打 還好他頂住在第五點 所以說 選手都是相當辛苦的 對 然後 他也是經由這樣子的過程 才會讓他們經驗馬上瞬間升職 對 沒錯沒錯 所以我一直來 呃 有時候跟 也是跟這些球員聊啦 就是說 你不見得就是說 每個比賽都是 當然要去 對 但是不是每個比賽都要把成績拉上來 你可以選擇 做一個調整的 對沒錯 沒錯 也是不錯的一個方式 對 要不然我們準備講 以賽代訓 對 既然是以賽代訓的話 有些比賽你是要把它當做訓練的 對 有些比賽是真的是要爭取獎牌的 是 所以要取捨 因為比賽這麼多 當然 這個是對運動員來說最好的舞台 對 剛剛幾個來回 對 這個球 白玉珀推得太遠 對 哇我們老師手張得很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十七比十二 白玉珀暫時領先 好球 漂亮喔 這就是劉宜君的特色 其實他如果整個 手腕的力道控制很好啊 對 他的手法 他的出手是 算是相當很密密的一位選手 相對在白玉珀 他 劉宜君看起來手法比較細膩啊 是 白玉珀這個 攻擊欲望很旺盛 對 對 哇又是一個痛球失誤 自己沒有打好 對 對 這就是 另外一種說法就是說 這也是白玉珀的一個 一個缺點 缺點 那他就是說 對於那種比較能 簡單處理的球 想太多 對 然後 失誤率太高 失誤率就高 對 你現在包括他 常常 以前在訓練他的時候 就是那種半場的一個攻擊 就常常失誤 不是出界就是掛網 那種簡單可以推出去的球 結果他就不是 不是掛網出去 對 像現在這個球 這個球就是這樣 對 所以說他對這種 比較能簡單的 直率的球 就是失誤率太高 是 又是一個過度球的速度 對 所以就像老師講的 老師分析的非常精準 就是在這個前場的時候 比較是這個比較簡單的動作 他反而處理很好 是 那這個階段呢 這個時間來講的話 其實劉宜君 似乎有一點找到自己出手的節奏 對 現在比數慢慢拉近 對 然後也慢慢有適應到整個白玉破的打球的出手的方式 所以說 這一個 這個階段是反而是白玉破的一個非壓迫性失誤比較低一點 哇 整球兩回來回之後 界外了 對 這個時候呢 其實白玉破也把 盡量把自己的 球路先肯定一下 然後去製造劉宜君的一個失誤 劉宜君還是 採用比較拉調的方式來 想要打點 對 因為他知道劉宜君不會輕易的去做攻擊的一個打法 啊 所以說他在整個一個 呃 球的穩定性上 必須還要做的比劉宜君還要好是 哇 這個球差一點撈過去 對 哈哈 他自己笑了一下 對 對 其實這個時候來回的拍數相當多了 齁 那來回拍數都表示雙方 呃 包括劉宜君他對於對手的一個 呃 打法跟節奏都已經 已經有一點 有點熟悉 對 已經熟悉了 直接了 哇 又是一個推球 對 劉宜君也 表情啊 覺得很 很可惜 對 哈哈 哇 對 這個球就 蠻有水準的 因為他在整個強往的時候呢 跟著下一拍的一個連貫性 做得非常好 20比17 也不容易啦 因為很久沒出來打 跟這幾個甲組的做對抗之後呢 然後 還能打出這樣的分數 跟這樣的一個對抗性 其實 對劉宜君來講 呃 也是佩服啦 也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對 沒錯 尤其是又碰上 白玉珀這個 排名這麼前面的選手 是 不過相對來講的話 夺牌的壓力 當然是 應該是 白玉珀比較有壓力一點 哈哈 21比17 對 白玉珀 白玉珀 拿下女單的金牌 公開組 是 劉君很可惜 熟悉的比較慢 這個比賽節奏 熟悉的比較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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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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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